HELLO 大家好我是海綿哥 今天的影片是Steam掌機戰力解析 那首先來看看我們那個主機的規格 它是AMD的APU 是Zen2 4C 8T 核心2.4G到3.5G 那它的GPU是8CU 1.0到1.6G 那APU是4到15W 比較特別的是它是用16G DDR5的RAM 那我們知道APU其實 蠻吃那個RAM的速度的 它用DDR5可能效果會不錯 那我在網路上找了AMD的APU 看他們的遊戲效能表現 我們先看一下就是這一張圖 那我們有比較接近的是5700U 因為它跟Steam掌機一樣是8CU 不過它只有4核心8線程 抓了各種影片 那主要抓這些 來讓大家看一下 那有GTA5 還有HITMAN3 RDR2 2077 這三個其實除了堡壘之夜 它的FPS其實都沒有差多少 但是大家一定又會想說 新掌機的那個APU 跟我剛才給你們看的圖表 是不一樣世代的 是RDNA2的 那有什麼差別呢 所以我又上網找了一些資料 那大家看這裡 這是AMD官方的資料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RDNA的性能 叫GCN提升了25% 那另外一張圖 我們可以看到 RDNA2 又比RDNA一代的時候 多了30% 那這樣算一算 提升大概是62.5% 很多喔 那大家再看看前面那個 遊戲的章數 加上62%的話 那這個遊戲章數 其實非常可以 提升非常多 連最差的2077 原本只有20張 那提升上去那就大概 有30張出頭了 不過我們官方網站 它的影片 可以看得到 二之國Remastered 還有 活得之門3的影片 那其實它的影片 玩起來都蠻流暢的 那我也有上網去看一下 他們的最低建議需求 那博德之門3的 需求比較高一點 它要GTX780 是建議需求最低 我查了一下 GTX780 大概比1050強一點 再比1060 再弱一點點 接下來我又Google了 3DMark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 Vega8的3DMark 大概是1200到1400左右 那加上60%的分數 大概就是 2000到2200之間 也就是差不多是 1050到1050TI之間的水準 剛剛好可以玩 博德之門3 在中國大陸也有一個牌子 叫GPD 那它也有出很多 小型化的筆電 其中有就有好幾台 也可以當掌機來玩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它現在最新的WIN3 然後它是用Intel的CPU 它的效能也算是非常不錯 不過前幾代我就在關注了 那時候效能都還不是很好 到了WIN3我覺得比較可以了 那它有一些資料給大家看看 我上網查它的價格大概是 18000到25000 不知道為什麼蝦皮只要18000多就有 這會不會有二手機之類的 還是店家自己賣比較便宜 這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差價很大 官方網站大概20000 上下 那跟這台對比起來 我覺得Steam的掌機十分便宜 最便宜的$399美金 我一定會買一台 不過台灣沒有 第一波不知道什麼都才買得到 今天佳麗分心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或訂閱喔 那有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們下次見掰掰 4102 8135 715 815